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在建部现场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未来建筑的新潮流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从我右手边第一位开始介绍 我们欢迎的是高雄市立美术馆的馆长谢佩妮 谢馆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立美术馆馆长谢佩妮 希望大家在马年一定会马上成功 马上发财 马上可以幸福快乐 欢迎谢馆长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建筑设计师 我们欢迎的是王启俊 王建筑师您好 主持人好 议员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王启俊 然后我是这次也参与一栋建筑的建筑师 希望在那边跟大家拜晚年 希望大家可以在马年马新大运 谢谢 是 谢谢 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高雄市议员吴一正 吴一元您好 主持人 各位来宾 亲爱的我们高雄观众大家好 新年恭喜 新年快乐 我是市议员吴一正 欢迎吴一元 继续为大家介绍的也是一位建筑设计师 我们欢迎的是蔡佩玄 蔡建筑师您好 主持人好 来宾们大家好 我是蔡佩玄 那我本身是高雄人 所以我今天祝我的乡亲 新年快乐 是 今天当然就是还是非常充满的 这个过年的一个气氛 今天是大年初五 那么很多观众朋友呢 也许在明天就要开始上班上课了 不过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讯息 就是目前在博尔艺术馆呢 所展出的这个 博尔艺术特区展出的这个 两年一度的国际货柜艺术节 其实这一次展出是内容非常的特别 到底有多特别呢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主题VCR 外观像只打烟囱 内部四面明镜投影 明明只有一个人 看起来却像是有一群人 游客形容好像是到了万花筒里 这座有六米高的货柜屋 创意来自对西烟族群的关怀 虽然台湾目前以法令限制西烟区 却无法忽视隐君子的存在 因此加强通风和散温的特性 为西烟凉亭货柜屋创造出另类的艺术感 此外客制化的货柜屋还可以从堆积木的乐趣中 找到空间的新玩法拉近艺术和生活的距离 它也符合我们的建筑法规的临时建物 所以它每个设计都有防火 还有整个防水 它都有跟我们的建筑法规是吻合的 符合的 虽然艺术家常常挑战一些自由的法令 可是它这个是我尊重现代的法令 又可以满足艺术家或一般人的工作的需求 面对环境气候变迁 地球暖化 台湾地处复合式灾害的环境中 货柜提供了可牵移式的秘密空间 也为寸土寸金的都市土地 带来补牙式的建筑新形态 是的 我们刚在这一则主题VCR当中 有看到不少新的名词跟概念 除了所谓的补牙行动之外 还有注意说其实我们的货柜屋跟过去 我们其实台湾人对于这个货柜并不陌生 只是说这个货柜屋它居然可以变成这样 好像是拼装出来的 但是它非常的漂亮 包含可以应用在公共艺术的部分 还有公共造景甚至住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展叫做可以居 那我们来先请教一下我们吴议员好了 您长期很关心这个艺术节的 货柜艺术节的这个展示 今年就您来看这一次的展示 跟往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其实应该要画从2001年开始 第一届货柜艺术节 那时候那个大的 大家知道新光路码头 那个红色的那个积木 那时候第一届在那边办 那时候我记得我带我的小狗跟我的小孩子 我看到那个红色积木我已经很驾 到现在我看到它还是有第一眼的那种惊喜 震撼 因为货柜在我们的眼镜是非常在高雄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 那第一次用这样的方线展现给你 我会非常那个有趣 那我觉得高雄会变成那种艺术这么贴近我们 然后也两年一次两年一次也搬五届过去 然后每一届都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精彩 那这一届是其实我们一直跟美术馆在讨论的时候 还有很多在地艺术家是不是有其他的表现方式 因为我们也看到我们出国考察看到很多 有些文创园区或者谈气候变迁 都有阴影约约都会看到用货柜来做建筑 临时建筑或者是一个海边别墅 或者从建筑有些它有一些新计划 有些城市比如说柏林 它要重新改造 它必须有一个临时的空间告诉市民 告诉来宾 我这里要展现什么 这样的未来是什么 就像我们的轻轨 你知道轻轨 轻轨的未来是什么 它可能会利用一个货柜的一个 因为是临时性 你没办法摆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建筑物 那所以说货柜好像在城市里面 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在急难救助 或者是所谓灾难后的临时建物 或者为了迎接新的未来 机动性很强 机动性很强 那我们就跟美术馆馆长商量说 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那因为美术馆艺术含量很高 它本身也是写建筑 所以说很快把这样的一个 很短的时间内转型这样的 而且找到这么多国际上 国内很多优秀的 艺术设计团队 不管是国内国外都是国际级的建筑师 然后或者艺术家 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把这样的一个货柜的一个特性 不只说它的艺术 最主要是很精彩 它不是很漂亮的样品屋 它的艺术的整个创意的内涵 又非常丰富 所以说这一次的货柜艺术节 又可以局势非常有可看性 也很有那种延伸性的 想象性的一个作品 是 那么其实事实上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两位建筑师 他们也是顶尖的一个设计的团队 那稍后要请两位建筑设计师 来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的一个作品特色 那当然我们目前 就是要先请教我们的主办单位 我们的馆长 那刚刚议员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高美馆这样子 长期的一个关注 从2001年开始 一直到今年 两年一度 然后这个货柜艺术节 它越来越呈现 它一个多元的主题 到了今年可以看到 可以居了 那馆长是不是可以跟观众朋友 讲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特色 那呈现的目的是什么 当初为了这个国际货柜艺术节 真的高雄市是想进各种方式 希望在呼应现在的文化部 过去的这个文件会 它在做这个全省 福尔摩沙艺术记的诉求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透过港都它的特质 能够结合地方的产业 那从这个官方推动的角度 也能够让这个跨领域的建筑师 设计师、美术家甚至教育家都可以投入 所以当初我们在2001年开始的 国际货柜艺术节 尽管说经历了这个福尔摩沙艺术记的这个厅办 那我们还是继续这个延续办理到今年 那程如刚才的吴议员所说 一开始我们因为把它当成艺术节 这样子洁庆气氛大于它实质的这个实践性 或说这个可行性 那所以在前面的这个到第四届 大家已经对于这个货位艺术节 是不是要继续办理 因无用意的时候很可惜 因为中央的政策的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地方的这个财政的资源 来去支撑一个国际性的艺术节 所以在这个大概五年多前 其实我一开始接任这个美术馆的馆长的时候 议员就特别责成 文化局是不是可以透过美术馆 还有这个博二艺术特区的这样总体的结合 先把这个货位艺术节的这个展场 是不是考虑脱离一个这个纯美术的空间 也就是这个美术馆重新回到这个港边 所以我们从这个前两届 就是先让它暂时随着博二艺术特区的这个发展 逐步往现在大一仓库的这个方向来 这个逐步的前进 那今年的话特别不一样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当货柜如果继续停留在 只是一种比较示范性美化性 或者说当成临时性的这个仓储空间 或者说很难摆脱是比较这个像冰糖摊 或者说是这个工具间这样子的这个形式的时候 到底有什么可能性 所以等于说这次又发痕了 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的这个国内外的建筑师 以他们对这个高雄的期许 对货柜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期许 为我们想了非常多的这个可能性 但是很可惜是碍于这个经费 还有这个场地的关系 我们最后是落实在目前 大家在博物艺术特区可以看到的这个特质 总而言之这个 货柜艺术节没有因为它今天这个规模看起来比较小 而在国际上的这个知名度 或者说它的这个宣誓性有所减少 我们透过跟国外一流建筑师的合作 和国内特别是集中在这个南部的 这个建筑师通力合作的方式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这个货柜 不只可以做这个临时性建筑的这个考量 它可以重新界定一个都会的空间 可以创造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也让个别化 比如说从艺术家的工作室 三代同堂的可能 或是说少数族群像西岩族群 他们这些需求 甚至说它从一个很严肃的这个会面的这个空间一直到这个我们从这个白天到黑夜都可以能够有不一样表情 甚至是复合功能使用的这个吧台 都可以同步的存在 所以可以居这个 我承认是我这边定的这个名称 那也给建筑师有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总而言之 我们希望说从这个城市的想象 一直到对港边的重新界定 到小小的货柜 4.5平的这个空间 那到底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可能性 透过这些不是样品屋 是食品屋的这样子的概念 希望让大家可以更这个积极有效的去面对货柜 是没有错 这个货柜屋 货柜呢 我们从它的产业 它从产业的这个角色帮忙运送货柜的这个部分 转型到它可能未来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建材 甚至它的这个整个装潢或设计的部分 可以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这个潮流的话 有没有可能大家来仔细想想看 也许它是有可能的 在场的建筑师就是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我们先请教我们的蔡建筑师好了 您的一个作品的部分 刚刚馆长有特别提到这个酒吧的一个这个部分 大家会觉得说可能过去大家 酒吧好像就是吧台 然后可能一定都是暗暗的 但是您的货柜屋这个设计出来 就是颠覆大家对这个吧台不同的一个想象了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一个作品呢 我想馆长找我来 应该会是希望我做一些很突破性的东西来回应这个题目 那因为这一次是可以居 所以我相信馆长他也很希望我做的这个作品 是真的可以使用 所以当时做一个这个货柜的时候 我们就其实很希望是可以被用的 所以在开幕当天有被使用 那我想人的表现就是那个表情 是很棒的那一次非常的成功 那我自己对于货柜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自己也是高雄人 那我觉得货柜对高雄来讲是非常密切的 那他在使用上也是非常的正当性 就是好像没有刻意去外面找了一个货柜 来我们另外一个城市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会对货柜这个东西 我会把它当成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来思考 所以当货柜在我们的周遭常出现的东西都是有冷气啊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内装的 他想要模仿一个人的住宅的时候 我会比较持保留的看法 我会想要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货柜 所以我其实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而已 就是把这个货柜抬高了80公分 所有东西都变了 就是原本是地板的东西 它就变桌子了 那原本是墙壁的东西 那当它一翻开以后它也可以变成桌子 那原本的天花板它一张开以后 它又变成了墙壁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变了 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要给大家一个示范 就是说其实你只要转个念 什么东西都会变化 那我特别这一次也特别希望说 我的这个承包商帮我找一个货柜是特别旧 他经过旅行的 他有很多旅行的表情 最好越烂越好 很多那个标签在上面 锈石在上面 对或标签这样 代表他旅行过很多地方 那就像一个人很有人生的历练 表情很丰富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 这个货柜的面装了 我不希望他再有任何的这个coating这类的东西 所以当他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具备以后 我想现在大家看到说喜欢的就是你对那个东西本来的喜爱 但他赋予了更多的机能和可行性 那当他一可以整个开关的时候 就是他就变成又回应到那个谢馆长的主题 他可以居又可以动 所以我相信未来如果这个东西到任何的展场空间或是party的空间 大家还是认得出他是一个货柜 而且他是非常非常有高雄情感的货柜 是的没有错 而且刚刚馆长这边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过去对于这个货柜的一个刻板印象之外 对于就是说它的一个实用性的部分 就像刚刚我们的配旋设计师建筑师您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您做了一些某部分的调整 把它抬高之后 其实很多的刻板印象它就会跟着扭转了 它的一个实用性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即便是它可能是很斑驳了 但是引导我们怎么样去欣赏 去欣赏的一个角度 甚至它还可以客制化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建筑师 讲到这个客制化 您本身也是这个住宅方面的一个专家 您会觉得就是说可以带给我们观众朋友 什么样子的一个实用性 怎么样去看这个货柜屋 其实它是可以居住方面是可以很舒适的 其实拿货柜来谈这个未来性建筑 或者客制化的议题其实蛮精彩的 那我们其实刚开始在想未来性建筑的时候 我们在想那建筑未来是什么 那我跟我的另外一伙伴林建筑师 其实我们两个常常很调别的讨论一些事情 那重点我们慢慢讨论出一个观念 就是说大家以前在谈共生建筑 其实我们人类还没办法跟土地那么的共生 原因是我们还没和解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建筑师可以跟土地和解的建筑 那什么叫跟土地和解 就是说在整个建筑的成型或过造过程 没有一寸土地 是因为建筑的过程它是被破坏的 所以我们慢慢的在看货柜这种东西才可行 因为它可以被抬高 它的基桩可以做用枕木打下去都可以做基桩 因为整个这种东西在诗的环境下 它可以撑一千年 那个比喻就是 那个例子就是从那个威尼斯 它下面都是木桩而来的 那么从这样的开始去发展说 那未来建筑其实也没有什么未来 什么很炫的外边有什么 它其实就是要跟土地和解 要跟土地共生 要跟土地开始有一个情感的一个再造 那为什么慢慢的找到货柜这边 是因为还是把人看得最小 就是后柜它是一个人最小尺度的一个空间 那这空间里面其实可以已经很简单满足人 居住生活甚至繁衍的必要 那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一次 可以去这个主题里面 我们采用家的概念 我们真的把它做一个家 什么真的叫做一个家 就是说这次馆长他鼓励我们做很多创作 但是我跟林金文师说我们不做 我们做创作 我们做个实体用现在建筑技术规则 要让货柜可以真正可以寝照得过的设计的情况是什么 然后里面很严谨的挑战到我们这种很浪漫的建筑师 因为我们要预算 我们要材料 我们要跟工种 对然后一个一个的慢慢去check很多事情 最后我们就觉得我们算竞算 像竞算式的大到连 想到什么 想到连螺丝要几个 我们都要想说那这个合不合乎监神探这个概念 whatever我们回到了真的 这个可以去真的挑战到我们的想象的空间 说我们这一组想到我们就是家 因为我们在想一般人对家的想象其实就是要温暖 但是我们怎么给他一个合乎法规 合乎构造性 合乎 幸福感的需求 中文重点是让他们有家的 在这情况之下让他们可以接受 在城市里面 让他们怎么样 有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买到 同样的一个规格的一个家 所以我相信未来 我们谈到未来的家 我真的就是跟徒弟和解 第二个每个人负担得起 那在情况之下 货柜的变成就是一个载体了 就像你说的 从运送货变成到可以让人在里面 好 那是我们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吴议员 长期你也是在关心这个气候变迁 还有环保的议题 那这一次的议题 加注了这个货柜屋进来 那您觉得您想要跟大家传达的是 哪一方面的一个概念 再帮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人其实谈环保 有时候大家好像跟经济就冲突 大家一般市民都听到概念 其实我们很把那个时间放长 其实我们人都是地球的过客 然后我们只是借用借助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人要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都不会去考虑到 其实你根本没有用那么久 可是你就是要盖一个百年的千年的 当然有时候是有些是有它的需求 有些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需求 我可能只是需要一个三年五年 我不需要就盖永久性的 那我们建筑法规呢 它是前提假设你盖房子 就是盖永久性的 上历史上在点多也是五十年了 八十年 可是它作为法规 你的结构 你的空间跟距离 你都要有一个想象你是永久性在那里 所以说它就有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那种不见得符合我们的需求 但是因为它有这样的想象 所以它必须要限制你很多的 你想要用的功能 或哪个location 透过这次的货归艺术节 把这样不只是艺术 它的功能性艺术性 还有我们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反思 利用这次的机会 大家来思考看看 刚好可怜 其实我们刚看到我们的主题VCR 有看到就是说 从港澳地区来的一个游客 他看到我们建筑师的一个设计 他们也觉得为之惊艳 看他的表情 他们觉得说 其实原来我们的货归屋 可以做这样子的设计 我们出来的第一个作品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凉亭 就是我们对于货归屋 感觉就是 可能是冰廊屋在使用的 不会想到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凉亭的部分 所以我想请教馆长 这次的展场当中 您个人您最有印象 就是说最喜欢哪一件作品 总装一定要得罪你 对我们来讲的话 每一个都是如获至宝 但是我想这次我们操作 的这个态度是刚好相反 过去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从 相信货柜的这个可能性 来去寻找它真正的价值 那这次倒过来 就是说再穷 或是说再精简都要讲究 再穷也要穷讲究 所以这次的这个货柜 的设计的作品 对我们来讲 它真的最精彩 就是它每一栋都是由建筑师 这个亲自量身设计 然后它每一栋都拿到这个实用执照 那我们甚至包括所有的管线配置 除了污水管并没有接的时候 那其实它随时都可以变成大家居住的可能性 那其实我从来没有什么叫做临时 所有的事情就像在美术馆的这个所谓的临时特展 它做的就是美术馆级的展览 就像我们今天打造居住的空间 它不管要从家或是很丰富的这个 休息人员的空间 它的品质也必须要存在 那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次的这个国际货柜艺术节很重要的 就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你把空间交付给专家 它不管它的实用性可行性 甚至它的永续性跟美感 事实上都是可以同步的具备的 是所以馆长他并没有很直接回答问题 但是他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每一件作品都是宝 对每一件作品都值得大家去看 而且每件作品绝对可以带给观众朋友 就是说完全不一样 对货柜屋美感的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体认 那刚刚佩玄建筑师一直看我 就是说我希望是不是可以利用今天的机会呢 在让观众朋友对于您的作品 可以在靠近它的时候 您希望大家怎么样去看您的作品 他靠近这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他就像看到他平常看到的货柜 那我只是希望说 因为我本身的工作的关系 我比较喜欢把一些有情感的表情 让它更显化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就是一种手段 就是说它促进我们的关系更近一点这样 所以我觉得通常来我那边的人 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货柜了这样子 那我当然还会再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 其实我自己在看货柜这件事情 它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 你去观察老的货柜 都是那个它的面板就是那个钢材 其实很多都烂掉了 可是它的四边的那个框架 其实是它这个货柜最强的部分 那当时那个馆长也有要求 我们再做另外一个作品 其实我就有提出这个看法 我觉得蛮好玩的 当它一个货柜 它已经寿终正寝的时候 其实它那个框都还好好的 面都不见了这样也没关系 那这个框如果能够变成我们建筑 在使用的一个结构 就刚刚回应到议员的讲的 就是说很多临时性的建筑 它是没有办法请照的 就像好多老房子它没有办法 就是它在一个过程中 它可能会面临都更 或是屋主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要拆掉它的时候 其实这个东西就可以拿来用 它可以放进去这个老屋子里面 然后再利用它的这个面 这个框架后 我们去给它一些面皮 以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防水的 一个结构来保护这个老屋子 我觉得它在这个高雄地方 如果能够被再用 应该是最有最有意义的地方 是 而且这一次的一个展览 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 过去我们可能在接近 这些展览作品的时候 可能都会看到是 请勿动手的这个部分 对 但是这一次的展览 我们是很欢迎 我们的观众朋友进去的时候 可以进去看一看 甚至就是真的走进去 试作一下是不是官长 是不是这个可以跟大家 观众朋友说 其实并不用带着 太戒慎恐惧的心 好像不能接触的这个艺术品 对 这当然也是 我们在观察很多这个民众 他们西家带卷周末 就是在看样品屋 可是很多时候到豪宅 去看样品屋 最后都是不准碰 那我们这次绝对不是说 这个是这个便宜的东西 其实它坦白讲 我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概念 如果是真正做 比较半长期式的这个货柜 实在不宜是用旧的货柜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是希望民众透过互动 透过体验 直接用身体感去说服他 这货柜的空间 这样可以很舒适很温馨 这个很有意思 甚至可以帮助大家再拉抬到高度 可以看到你所不认识的高雄港 那再透过说很多的 这个永续的建材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譬如说黄英星建筑师 他用这个乐高的概念 可以从一纸货柜排列组合到 可能五百组 最后他变成一个小型的社区 帮我们海洋文化与流行音乐中心 想象一个过渡期的艺术村 或者说是像这个 外国的两位艺术家 像譬如说这个Francine Hubbank 他们在这个设计卫武营的过程 当中他用最精密的这个生产 要去设计一个未来台湾最昂贵的 这个表演艺术空间 那他真正实验的场所 未来可能大概没有钱 花六七千块一张票去体验 那样子的生产 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港边 透过身体例行 那或者说像Kassar 他是一个在改造梁的建筑师 他们用怎么样的过度的思考 过度性的思考 在嘈杂的空间 我们到底可不可能有自己的 哺乳式思考式 或是暂时消息的空间 是 那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到现场来去领略一下 那我们一直讲说 我们货柜屋可以变身豪宅 观众朋友不要不相信 稍后回来我们就介绍给您看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高雄现场 我们下期再见